必须要关注中东 以色列内部现在有很大的震荡 这跟他一向视为扣仇的巴勒斯坦无关了 是他自己有一个很受争议的司法改革 这法案延宕了将近七个月之后 星期一在国会表决 总理纳坦雅胡领导的极右联合政府 是国会的多数席 所以法案以64票赞成 零票反对轻松过关 反对党的议员表决开始之后 就是集体退席抗议 表决前夕 总理心脏不舒服 宋伊在他装上了心率调节器之后 隔天又到国会独军 以色列是各行各业都上街示威 抗议所谓的司法改革 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案子是扼杀民主 甚至有好几万名后备军人扬言 不会再服自愿意 以色列国防安全 因为这个争议性的法案过关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以色列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法案 部分关键条文 延宕将近七个月后 周一终于在国会进行表决 反对党在辩论会上 痛批总理纳坦雅胡 联合政府扼杀了民主 纳坦雅胡所领导的极右联合政府 占国会多数席 阀碍以64票赞成 零票反对 轻松过关 反对党议员在投票开始后 集体立场抗议 临走前还大骂纳坦雅胡胡耻 纳坦雅胡在一场亲自都军 逆风顶住抗议群众和国际社会的反弹 压力之大不难想象 国会表决的前一天 纳坦雅胡就因为心脏不适 紧急送医 医生为他装上了心律调节器 表决前几个小时 他才出院赶到国会作证 耶路撒冷的街头 示威群众已经聚集了好几天 不肯散去 法案过关后 民众情绪更加激愤 维安警力在现场部署洒水车 以强力水柱驱离民众 还逮捕了至少22人 以色列的最高法院 被赋予监督政府的权利 可以推翻国会所做的决定 纳坦雅胡政府认为 国会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 通过的法案就代表民意 法官不是民选 而是指派 不该凌驾在民意之上 因此要求司法改革 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利 民众担心 唯一可以制衡的力量被拔除 纳坦雅胡的极右派政府 未来将为所欲为 威胁民主政治 纳坦雅胡发表全国电视眼说 对反对党指控他 摧毁民主的说法 进行反击 过去几个月 示威民众 周周走上街头 各行各业也响应运动 商家关门参加游行 劳工和医疗工会 也计划发起罢工 高科技业者也表示 考虑出走 到经济更稳定的地方投资 另外还有知名的女演员 申远反司法改革 结果被政府取消了特使身份 以色列数万名后备军人 近日也加入抗争 扬言只要法案过关 就拒绝服资源役 其中包括180名战斗机架驶 多名精英部队的指挥官 以及网路情报专家 这很可能会动摇 以色列的国防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在法案表决前 仍盼望能够说服那坦雅胡改变心意 他表示 一国政府不该急于通过如此正义性的法案 尤其是在以色列正面临政治和军事外交等 诸多挑战之际 法案通过后 美国国务院表达遗憾 德国政府则表示 会密切关注以色列的情势 TVBH新闻总和报道